現今世代 人人都喜歡上網和人分享 不知道接下來要出場的這位手藝師 他震撼人心的圖片 你分享過沒有? 很高興認識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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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來到我家 擅長人體彩繪的 Guido Daniele 年少時修讀美術 畢業後就朝著繪畫這個方向進發 先後看不少廣告公司畫插圖 直至1990年 他集中人體彩繪 熱手更成為他重要的畫布 我在 Guido的桌上看到他的新項目 就是畫一個熊貓 他說那個熊貓是中國的 我又去查詢去中國 馬上抓住機會去自戰 我說我可以打功夫的熊貓 現在 Guido就先畫了 他的外線 剛才 Guido的姿勢 我的手也弄了一會兒 因為他說我很硬 他說很高興 我又不知道怎麼可以 這個動作讓他放鬆 在我程中 我問他有沒有試過 他的作品用了很多時間 他說有 就是幫一個男人 畫完整個身體都是紋身 用了十三個小時 我就想 我的熊貓也用了半個小時 用了十三個小時 就整個身體好像沒有了 但是為了藝術 我會忍受到 而且我很喜歡紋身 但是又不敢 手的身體是更加構造的 手的身體 手的身體 我們也會把手的手提供 給手的向來 去構造 或去破壞 我們的世界 手的手提供 我的訊息是 給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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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的訊息 你會教人嗎 沒有 我真的沒有時間 教人 沒有 我沒有時間 是一部分 藝術 所以 你不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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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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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你能使用你的知識 來做藝術 藝術 已經結束了 是嗎 好 謝謝 已經結束了 謝謝… 現在完成了 完成了 完成了 其實也算很快 半小時 但現在手的感覺 就好像沒有了 而且手指 我應該是錄不住的 但我想我不會洗手 我會很捨不得 這隻熊貓 俊宏BB熊貓 這位大師最厲害的地方 除了他是畫畫、做藝術 他就是宣揚更大的訊息 給全世界 就是宣揚自然 和保護動物 所以我覺得 這個動力 比他更大 去創造他的藝術 是否則是 在訊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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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最美麗的 在訊息中 我來從台灣 這個訊息 是一個訊息 的訊息 是一個訊息 很近的 財政 很近的 財政 所以這次訊息 是你 和你 和你 在訊息中 也等於全世界 全世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